8月21日上午11点30分 由江苏省如高市市委书记 如高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杨曹明一行率领的访问团7人 在柔斯密市888海珍酒楼举办赴美说明会 并由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 与美中文化协会联合 洛杉矶各社团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当天百多位社区侨领及民选官员参加了欢迎宴会 如高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曹明表示 此次来美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江苏省如高市的繁荣带到美国来 也让海外的华人感受到 并且希望海外的华人都到如高去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报道 海的梯形的交汇处 滨江近海 我们警民不计划的大都市 上海总面积的是1470计平均公里 145万人口 我们行政管宣的一个20个镇 一个省级开发区 一个国家级的英里开发口岸 卢高港区和一个科技城 我们如高有江苏历史文化名称 中国花末盆景之都 世界长寿养生福地的名义 是中国首席对外开发的沿海城市 今天的如高国资说明会 在此我代表总领导 向姚书记率领的如高政府代表团一行 表示热烈的欢迎 欢迎来到洛杉矶 洛杉矶是一个在中美经贸交往中 地位十分突出的城市 它有着非常选择的地理和产业优势 中美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通过洛杉矶关税局完成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也把洛杉矶作为走出去 开拓美国市场的首选之地 非常感谢今天 在车车表归的时间 来逛您的如高中央会的 全体的桥领 民展官员 媒体的技术 是学生 感谢大家这个YFY 也希望大家你有机会 到我们的地方下去走走看看 找到一个发展事业 这是旅游 高中央会好的奇迹 谢谢大家